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机主一直躲在农场外面蹲点调查 打算搞个正经世界的猛疗 男子胜现场的人一个不注意 流进农场 搞出了其中一个实验样品 发现里面装着的是干事一样的小羊 在逃跑的过程中 凭此意外甩赖 男子也不幸被小羊咬了一口 众王打算卖掉农场 在这里这个工业基地 小王虽然非常不舍 但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临走之前 还和农场的经理火星哥 就地重有了一番 那只实验小羊流到农场 咬伤了其中一只绵羊 而这只绵羊 又刚好被小王和火星哥遇到 刚放进羊圈里 其中一个机脚妹子伤了出来 以为两人是和钟王一伙的 两人恶脸默逼 不知道妹子在说什么 还明显两人并不知道 钟王的秘密实验 随后三人在一间冒烟的房子里 发现了一只绵羊 这只绵羊像是疯狗一样 见人就羊 火星哥一想送他去了极乐世界 开车逃离到路上 车里又蹦出了一只大家伙 火星哥的脚被咬了一口 入驳不过对方 就留到了车斗后面 这脚回在驾驶座里 一副老司机的样子 看起来非常享受 这种飙车的感觉 眼看车子就要醉羊 三人及时跳车 保住了一条小妹 而上司羊因为坐老司机 一惊上瘾 不知道疯狂飙车的后果 最后被摔成一堆渣渣 之前被羊咬的记者男子 很快就变成了丧尸 在寻找肉残的路上 还顺便咬了钟王一口 火星哥也很快被赶在 大脚变成了羊蹄 一大飘编译了绵羊猎杀过来 三人留在干嘛是实验室的地方 这才知道 钟王一直在搞编硬羊的事业 火星哥被他们干倒 小王和妹子在逃跑的过程中 掉进了个妃品实验洞里 好在这个洞可以捅到外面 两人留在一个木枯 发现那个记者男 已经变成了丧尸羊 当场就吓得 随口说出了一句果骂 入博一反之后 最终将丧尸羊关在了木屋里 还没完全编译的火星哥 成了研究人员的白老鼠 还从他身上搞得了一种病毒血情 可惜没高兴几分钟 研究妹子就成了丧尸羊的美味肉菜 钟王像正常展示了他的最终研究成果 一直经过精英改良的纯种萌羊 这家话像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 一直眉个不停 叫声婴儿来附近扫动不暗的丧尸羊群 这家是迟到十分饱 都含有得生 可以打包留着晚餐和宵夜了 钟王车乱带着纯种萌羊逃到家里 刺死了他 先住宿眼睛变成了羊蹄子 另外的小王和妹子 再次找到记者男的内伤 妹子随手掏起一只筷子 插着睡当猛茶下去 干准了地方 之后两人见到钟王 得知那条纯种萌羊 是用兄弟两人的精英培育出来的 一大波上司养围住了房子 小王就要在羊群里假扮萌羊 躲过这些家伙的内伤 钟王刚想坐飞机溜走 就变异成了丧尸羊 双方搭战了没有三百个回合 最后小王也有飞机的螺旋桨 将脑狗掉成了一堆羊肉片 浮大灭大的火星狗 也杀了过来 连手将上司羊群 炸成烤群羊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重口制约 又带有几分荒诞的味道 仅有五百万人口的新西兰 羊毛的出口量 却畏惧世界第一 单单虚无业生产 就占了国土面积的一般 影片也全低运动 作为创作背景 表达着一种羊吃人的观点 橘橘黄蛋黄讽刺一味